大家好,歡迎來到出遊講玩出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大家好,我是K 我是Anno 我是Serie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Monster Hunter World 不如大家申報一下NIP人的總時數是多少 或者你的進程是多少 我應該打過兩、三局左右 應該是兩個多小時 Semi呢? 是否沒有玩過任何系列的Monster Hunter 我應該只是玩過PSP年代的Monster Hunter 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很老手的地方 我覺得Monster Hunter World是第一隻玩的Monster Hunter 都打過二百多小時 都有一些心路歷程 今天介紹的就是由Steamforge Games 所出版的Monster Hunter World 其實這間廠之前都有一系列 好像Duck Soul 用電玩主題的IP遊戲 今次到Monster Hunter World 遊戲的玩法我大概講解一下 其實它就是一隻 和你真的打Monster Hunter 是非常相似的 一隻Boss Fight的遊戲 我們遊戲一開始 大家選擇自己的Hunter 和你打遊戲一樣 你選擇了你的專屬武器 大家的專屬武器 都是自己的所有專屬武器的Deck 去組成的 而遊戲一開始 就決定 我們要跟那本Campaign Book 去玩 可能會有一些故事的選項 你選擇去到什麼 令到影響到你打下一隻怪獸的時候 它那條Time Check 是會有不同的Modify 可能你要有少許Time Check 或者你掘到一些不同的素材 類似你在那個世界上探索 去掘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 然後完結了這個場面之後 大家就會真的會遇到那隻怪獸 又會根據那隻怪獸的設置 就會有起似的地方 鑊鑊那隻怪獸的模型 我們就玩了一次 當然不是打這麼大的大火龍 紅火龍 先拿走 我們自己打一隻 打一隻 打一隻 做為新手 大家就要這個新手裝 每人就會有這樣的Stamina Board 我們就會穿著 你會看到我們的新手裝 最快的 加上才得到一房 非常之新手的狀態 不同的武器 都會有自己設置一些獨特的規則 如果像你大佬的話 它就會有一些 即是叫射 我射是無法選擇打哪裏的 它是隨機打中怪獸的 可能Andy玩太多 也會有條Bar 有條器材 有不同形態的 有時出卡的話 就可以轉這條器材 你出卡 就要配合這些器材 才能出卡 整個遊戲的流程 是怎樣呢 即是轉圈的 那隻怪獸 就會有一疊 這些叫做Behavior Card 它就會開 就會說一下 這隻怪獸 這次的行動是甚麼 首先就會看他在前面 如果是硬的話 就會攻擊 瞄準做最遠的人 如果是另一個符號 就會瞄準最近的Hunter 然後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Movement 好像十字手掣 他會向哪個方向走多少步 如果是最遠的 或是怪獸的頭 就會令到最遠的攻擊 然後就會走出藥光的步數 如果他撞到Hunter 就會彈開他 然後這裡就會看到 他的進攻攻擊能力 即是他的攻擊力是多少 我們Hunter開始有八滴血 他這個攻擊一攻擊 就已經打七滴 但是他也會說他的 Range是多少 以及他打的面向 因為一個怪獸都會有不同的藝術 在前面這裡 就是上下左右 在這個怪獸 就看到十字符號 那麼他就跟回這個位 就是攻擊的範圍 去多少 然後下面這個 就是Dosh Value 我們就說 我們要用多少的 Agility Value 才可以成功 躲避這個怪獸的攻擊 翻滾 翻滾 我們就可以用 在我們的手牌上面 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有五張這些卡 做我們的手牌 這些手牌 在上面 看到上面也有這個價值 這些就是他的Agility Value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卡 來做反應的動作 去避開掛手攻擊的同時 也可以在地圖上走回相應的步數 完成這些之後 就去到後面這裡 就說可以給多少個獵人 出多少張攻擊卡 然後我們就會輪流 大家都會做自己的攻擊行動 那麼 攻擊行動又怎樣做呢 大家剛才一樣 都是做這些手牌上的卡牌 打出這些卡牌 我們就可以進行這些攻擊 攻擊是怎樣做呢 他就會有一塊 根據我們的武器 就會組合成一個 附近這些 攻擊行動 會告訴你攻擊幾張牌 他就會攤開幾張牌 然後就會看看 你打怪獸的哪一個部位 即是我Hunter 站在他的前面的話 我就可以打他的頭部 打他的頭部 就要檢查他的頭部 有沒有看到有多少個甲 打不打入 然後扣回相應的血量 直至打壞怪獸 就可以完成了這個關卡 同一時間 亦都和Mon Hunt 都會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就是打不同的部位 的掉落 像這個 如果你的頭部 打四個砍 他的頭部 就會有一些部位 掉下來 令到你之後完成 打成這隻怪獸 的時候 擦裝就會有機會 掉多些 有值錢的東西出現 這個就是他的基本的 overview 如果有什麼詳細的東西 可以大家在那個review裡面 再說多些 不如大家說說 整個遊戲的感想是怎樣 不如我先說 我對Mon Hunt的認知 又未知也太多 但我也大約會知道 Mon Hunt主要是打怪獸 拿素材 儲裝 然後 要根據怪獸的行為 再去想一下 我這次會怎樣打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 某種類似的部分 每一隻怪獸 會有自己的攻擊卡 基本上 會有自己攻擊的行為 每個圈圈尾 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活動都會跟怪獸來設定 然後打的時候 大家都會根據自己 不同的武器 站在不同的位置 去打Range 或是打近 還是會是誰先打 都會看那個武器屬性去打 所以我覺得 是 這個 Fundamental的邏輯 都會做出 我自己覺得 武器的初始分野 其實都幾大分別 就是我拿雙刀 跟Andy 拿太刀 整個操作 是會很不同 就是我 我雙刀 很明顯 出卡 近乎沒有什麼限制 可以不斷出的 但Andy那些 可能又要 又要存氣 又要翻滾 等等 就會相對 其實每種武器的玩法 都幾不同 會感受得到 我覺得他整個流程都幾長快 沒有太多會拖 或者要很多 upkeep 一些東西要去搞 令到遊戲 其實是 玩得來是挺爽的 你可以很快地 各自 做自己的攻擊 翻滾 同時又要想一下 怎樣去避開那隻怪獸 不要扣那麼多血 整個流程都很流暢 亦都有一個爽度 因為大家會不斷出卡 去做combo 都幾開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 營造到那個氣氛 大家一起去狩獵 那隻怪獸的時候 大家出了大技 會很興奮 怎樣斬那隻怪獸 打到他的頭部 怎樣用什麼策略 去殺這隻怪獸 是最好的 我覺得這個位置 在這個遊戲裡 都能做出來 我亦都記得 這個遊戲 都會有很多 什麼衣武彈 那些閃戰彈 去 stun 那些怪獸 這個遊戲都有很多 不同的狀態 狀態 在這裡 去模仿這件事 每個怪獸 自己本身 都會對不同的狀態 都會有相應的抗性 所以 這個部分 他都會有做出來 嗯 還有其實 那個手牌的管理 其實這隻遊戲 我覺得 有些情況 是要考量的 因為他只有五個 的狀態 我去躲避這隻怪獸 去捕捉的時候 要用卡 我攻擊的時候 又要用卡 如果這個位置滿了的話 我就要用一個 passive action 去休息 然後去清掉 我這個位置 我才可以下回 才可以有機會 再去捕捉 或者再去捕捉 因為你剛才看到 怪獸的攻擊 其實很厲害 基本上你打兩下 你就已經差不多 一定會死 這個是做一個 輕的管理 這個位置 都有一些難度 隨著這個怪獸的難度 上升 這個位置就更加吃重 而剛才 K就說了很多 不同的狀態 其實他的進攻 也有分為不同的 元素攻擊 即現在這隻最低B的 新手 就是 physical attack 可能之後 看到一些 較強一點的怪獸 就是屬性攻擊 就要用你帶有屬性的裝束 你才可以有適當的防禦 才可以擋到這些怪獸的將攻 是的 還有我想補充 就是他的回合順序 不是全部人會做所有行動的 即是不會說是所有獵人 做一次 然後到那隻怪獸做 是怪獸做完 我們選擇哪一個獵人 去做攻擊 然後再到那隻怪獸 這個就有點像EON Sand 那種的 回合順序的做法 就會變相令到遊戲 可能去到後期那些怪獸比較厲害的時候 就有多些的策略 層面要想一下誰去做 可能去頂住它 去玩 嗯 剛才你說了很多 這隻遊戲 都體驗不到它在電子遊戲裡面的感覺 但有一種不好的東西 我覺得都同樣體驗不到 就是它的 拆裝 大家都知道 《Mon Hunt》就是 大家拆裝 拆到天荒地老 大家的目標 為了終極的裝束 去不停去玩 不停去打 那麼 這些方面 在這個遊戲裡 我覺得它也是想重現 同樣東西 因為我們打完每隻怪 成功的話 就會回到後面 然後大家 是要拆過去摘色 就是它決定去摘什麼的物品出來 如果你可能去某些位置摘下過的話 你就會更加拿到它的商品裝束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看 這個這樣的 科技樹 像科技樹 不同的武器裝束 你要收集到不同的素材 你才可以去練製到 該樣的武器 或者該樣的套裝 亦都跟《Mon Hunt》打遊戲一樣 如果你一套裝束 也會有額外的功能 這些是很體驗不到的 但是 我是會有一個 都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在board game上的呈現 就是我打遊戲 讓人們看到 我穿全套 這麼帥的裝 就會有一點點 成就 成就 成就的感覺 在board game上的表現 我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是一個 挺大的疑問 對 始終這個 電子版的話 我在裡面打了很久 做的東西 在電子版的系統 可以保持著 但是這裡我們 唯有用紙筆 那類的東西去記住 究竟這個 在board game版 是不是合適的一個 機制呢 這個真的很有 我也有點質疑 它重玩的性 剛才我看到 就是重玩性 剛才我看到 其實那些科技樹 其實是分了兩種的 一個就是在森林玩 Campaign 有的科技樹 一個就是沙漠 我想裡面會有 不同的地圖 不同的地形 不同的怪 但是我看到那些 升級的人很接近 你說會不會玩完森林 然後玩沙漠 又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也有點誠意 可能 我反而質疑 它的重玩性 是裝備的升級 因為我其實也偷看了 它部份的裝備 雖然它起始的能力 是有一個分野 但是其實它之後 你收集了 可能拆了很久 找到不同的素材 升了那個裝備之後 其實它玩的東西 跟它起始的玩的東西 是大致相同 它的分別就是 可能我要打不同的怪 我要有些不同的特性 去呈現出來 但是其實 整體操作上 分別是不大的 其實很簡單來說 拿這隻Boss Fight的遊戲 跟其他的 大家玩過Boss Fight遊戲 來相比 假設Semi玩過Oxworm 如果我們說打牌 卡牌去做這個Trigger 那些角色的行動 如果你說和最上級的 可能你和Groomhaven相比 基本上 這隻作品 做到它的形態和爽快 但是那種深度 就很明顯地 缺乏了 沒有那兩隻 我們剛才說的 遊戲的感受 但我賺它 比起那些來說 它是少很多 一些瑣碎位的 我覺得其實是它的優點 不可以說它是不好的 這就是剛剛接觸卓遊 可能你純粹只是 《Monster Hunter》的粉絲 然後有一隻Boss Game 如果你玩 剛才我們玩 也有感覺到那種氣氛 那種感覺 對 它都模仿了 遊戲的元素 沒有理由 如果它弄出來 跟你說沒有裝置 可能還不合理 沒有辦法 其實我覺得它有另一個 致命傷 就是它不同裝備 由於它的操作處理 有不同的分野 但是其實部分的裝備 下了場 可能會導致其他 玩某些裝備的人 其實那個操作性 是更加低 或者根本很多東西 做不到 我看到Andy 玩到最後 其實是無法吵氣的 玩過太刀 然後從來都沒有吵氣 原因是因為我們 玩了一些很高功 年紀很高的裝備 或者剛才那個操作太容易 對 或者一個操作太容易 所以它那個武器的配搭 又會很影響到那個玩家 其實每一場的體驗 我們說了這麼多 大家會推薦這個遊戲 給什麼玩家呢 我覺得《Monster Hunter》的玩家 如果本身 不是說玩習慣的遊戲 對遊戲來說 沒有太多要求 你玩下去 你會玩得回《Monster Hunter》的意味 尤其是你可能 又是很久之前 玩過《Monster Hunter》 最近沒有玩 想重拾一下《Monster Hunter》的味道呢 這個是絕對有在的 我覺得 我覺得喜歡擦裝解鎖成就的朋友 絕對適合你的遊戲 當是一個《Monster Hunter》的粉絲 你買一隻遊戲 玩到 亦都有這麼漂亮的模型 其實 都沒有什麼 可以挑剔的了 一隻玩到的IP遊戲 都算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 你想玩一隻很好玩 重複性很高 可以令你投入很多時間的 Boss Fight遊戲 是否做了給你 我這個是有疑問的 嗯 嗯 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的遊戲 就是這隻 《Monster Hunter World》 《Monster Hunter World》 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你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大家的感受 我們今天的時間是這裡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